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韩将军都可以进前十名的上将 韩先楚将军出生于湖北省洪安县原黄安县人 1927年11月黄马起义在湖北爆发 这时韩先楚加入革命队伍中来 算是当时参加红军 后来在吴焕先的帮助下 韩先楚正式入党 当他所待所待的部队是红二十五军 在与敌人战中二十五军被打散 这样一来红二十五军分成 由吴冠先 领导的七十五师 仍保留二十五军番号 还有一支由徐海东领导的七十四师 改为红二十八军 一九三四年 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合拼 军长徐海东 政治委员吴焕先 而这时韩先楚 还是一位二二四困副连长 但他斗战表现非常不错 虽然不识字单式打仗很动脑 经常能想出一些好法子 以最少伤亡赢得最大的胜利 将独树镇战斗 让他一战成名 受到徐海东夸奖说 这小子是快打仗的料 一九三六年春 红军东征山西时 谈先楚当时是红七五师团长 他率不打头阵 以一团之力 牵制了敌军五个团的兵力 为掩护主力东征 做出很大贡献 同年红军在延安创办了宏大 把一些优秀年轻指挥人 都放在一起给他加深军事支持 这已为韩先楚成为一代名将奠定基础 一九四五年八月 韩先楚和一批年轻学员被派到东北 参加创建东北根据地 在这韩先楚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展示 当时他担任东北民主联军 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在东北首战新开岭 这时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 合为打国军五十二军二五十 该施使国军王牌三纵 四纵攻了九就是打不下了 而且伤亡也不小 此时有人提议放弃战斗 但遭到韩先楚与胡齐才坚持反对 说不能退 一定要打下来 于是在韩先楚要打的决心 我军战士知道 没有退路 于是各个奋勇杀敌 终于取得胜利 后来韩先楚任第三纵队司令员 参加了东北下级攻势一系列战斗 而韩先楚带领第三纵队 在战场上打出自己的风格 行动快 反击能力强 都被对手称之旋风部队 韩先楚也被敌人改称旋风司令 就连杜玉明 陈诚 魏力皇都说 在东北韩先楚的第三纵队是最难对付的 廖耀强算是国军有名的汉将吧 当在辽沈战役被俘后 对韩先楚说我 我很钦佩你的指挥 后来第三纵队改编四十军 韩先楚任首任军长 率部入关参加武汉 香港等战役 一直从东北打到南方 1950年4月16日 韩先楚又率军解放海南岛 请注意当时其他部队都开始搞建设 还只有韩先楚四十军 与四十三军还在为解放海南岛而战斗 后来又跟随彭老总参加寿朝战争 只得一说 得是四十军打响寿朝第一仗 又坐镇三十八军 打出万岁军威名 而在1955年 全军首次平定军衔时 当时按照韩先楚将军的资历 准备给他评为中将军衔 当毛爷爷看到后说 特批示 韩有功 中进上 而且韩先楚还是许师有最佩服的将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ING PAO.COM tales.COM MING PAO.COM MING PAO.COM